他就会帮你分析观众所提出的问题 做出比较客观、正确、官方的回复 这样子就可以替我们省下在回复问题上许多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设计者真的把ChargeGPT的功能发挥得很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铁爸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ChargeGPT 相信大家最近应该经常听到这个名词 那也耳闻了它将带来一波失业草 其实也已经在发生了 各大资讯龙头已经纷纷在裁员 虽然还不能明确的说是ChargeGPT带来的裁员效应 但相信在背后一定有非常多未知因素 不然不会这么恰巧 在ChargeGPT串起的这段期间开始进行裁员 所以我们与其担心受到ChargeGPT的影响来失业 倒不如更进一步了解它 那进化关于ChargeGPT的主题我会越做越多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几个我最近在使用 由ChargeGPT衍生出来好用的工具还有插件 详细的教大家如何安装、使用 来提示我们工作上的效率 OK 废话不多说我们忙就来看看吧 第一个就是ChargeGPT for Desktop 算是一个桌面版本的ChargeGPT 就不用每次想要使用ChargeGPT的时候 还要去到网站然后点选登录 才能来使用啊 感觉上会比较麻烦一点 它算是一个桌面的应用程式 那我们直接可以使用ChargeGPT OK 它的网址我会分享在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点进来这个画面 有没有 它这边有写啊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Command Shift G 就可以快速的教出ChargeGPT来使用 好的 再下载这边呢 如果你的Mac系统是Apple自家晶片 也就是MIM2的 就下载ARM版本的安装档 那如果你是比较之前的MacBook 就选择Intel版本 OK 那我的是Apple晶片 所以下载ARM版本 下载好直接把它拉进去 我们的程式里面就完成安装了 好的 安装好我们直接把它点开 它就会常驻在我们上面的系统栏位里面 需要使用直接点一下 在上面输入我们的需求 这样子就不需要再特地的去ChargeGPT网站 直接在你的系统上面就可以使用 甚至如果你还有背快捷键的话就更快了 直接按Command Shift 加G 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把ChargeGPT叫出来使用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都知道ChargeGPT它的聊天是有连贯性的 但前提是要你在同一个画面 同一个网页 关闭之后它就要重来了 所以安装这套软件就可以让我们的ChargeGPT账号 以一个常驻未登出的状态在我们的系统 让我们持续连贯的来使用 不需要再重新登出登录 这样子使用起来会更有效率 第二个好用的插件是ChargeGPT for Google 直接点选我给大家的网址 进来之后将这个插件加入到Chrome里面 好的 新增 这样子的话就算安装完成了 我Google搜寻世界最高峰前五名 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话就是Google搜寻出来的资料 那右侧的话就多了一个ChargeGPT的功能 从你的Google搜寻里面再给你更多的解答 好的 我们搜寻三封好像结果差不多 那我们来问他比较实际的问题好了 教我制作冰淇淋 像这种问题就比较能发挥人工智慧它的功能 他是个机器人嘛 所以他能直接告诉你怎么来制作 那Google搜寻的话呢 只会搜寻到相关资料的网页给你 我们还要自己慢慢看 反过来说ChargeGPT人工智慧呢 他就会直接告诉你整个的做法 所以这个插件就能在我们原本的Google搜寻里面 右侧增加一个ChargeGPT的功能 这样子当我们需要寻找一些资料或者是需要一点建议的话 多了一个ChargeGPT的功能使用起来就会更加有效率 这个插件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 建议大家可以安装起来 第三个ChargeGPT Writer 这个插件它的功能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客服咨询的专业人员 透过ChargeGPT它的人工智慧呢 帮你分析回复客人的问题 好的 我们也把这个插件加入Chrome里面吧 OK 安装好了 那为了让我们更方便使用 从所有的插件里面 将ChargeGPT Writer 右侧的回文针把它盯选上去 OK 我们把它点开来举个例子使用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YouTube啊或者是Facebook 有观众留言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回复的话呢 就可以将观众的问题复制起来 贴在上面这个栏位 那下面的话就输入你的需求啊 就是请它帮你回复这位YouTube观众的问题 接着按下右下的Generator Respond 有没有 它就会帮你分析观众所提出的问题 做出比较客观正确官方的回复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参考它的回复内容啊 稍微做修剪 或者是你觉得还OK 整个肤字过去回复观众也可以 那这个插件的话 我觉得看大家怎么使用啊 不一定是回复观众的留言 也有可能是客服信箱内容需要回复啊 也可以使用这个插件来执行 这样子就可以替我们省下在回复问题上许多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去做其他更重要的工作哦 再来第四个好用的插件呢 就是YouTube Summary with ChargPT 这个插件对于我们本身是影音制作者啊 那经常需要上YouTube去查资料看影片的话呢 因为每个影片的长度不同嘛 有可能10分钟20分钟 那你想要迅速了解那支影片的大纲内容的话呢 使用这个插件就非常有效率哦 好的我们一样把它加入Chrome的插件里面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打开YouTube 那我随便点一支影片好了 比如说我最新的这一次访谈ChargPT的影片 它就长达16分钟 那如果想要快速了解内容不想要慢慢看的话呢 在右上看到多了一个Transcript Summary 直接把它点下去 那这个时候它的内容还是非常多嘛 我们就可以点上面的ChargPT的图案 按下去 它就把资料绕过来啊 让ChargPT帮你分析出它的大纲内容 让你知道 OK我们等它一下 好这片又崩溃了 最近真的是太多人在使用ChargPT 我们再重新一次 好可以看到它分析出来啊 就是说这一支影片呢 大事实上就是在介绍ChargPT 是什么样的东西 人工智慧啊 那从自然语言中去成长 并且在每一次的问答中呢 可以更加的升级 那也接受到了它的功能啊 会影响到什么职业 比如说撰写文案啊 客服资讯等等的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内容啊 所以原本十几分钟的影片 可能就让你一两分钟 就可以了解它完整的内容 对于需要经常看影片 参考资料的YouTuber 或者是影音制作者啊 这个插件它的功能呢 就非常的方便哦 我觉得这个设计者呢 真的把ChargPT的功能发挥得很好 建议大家也把这个插件安装起来 真的不错用 好的 再来这一个好用的插件 叫做WebChargPT 它的功能呢 主要是用来优化ChargPT 因为目前ChargPT它非常的红啊 有太多人在使用 所以就会经常像我刚刚前面一样 系统崩溃 除此之外 ChargPT它的资料库呢 最新就只到2021年的9月份 所以透过这个插件 就可以搜寻到2021年9月份之后 ChargPT不知道的事情 请让它分析给我们 好的 那我们就实际来操作看看吧 一样把它加入到Chrome里面 好的 安装完成之后 回到ChargPT的网页啊 可以看到下面多了一个绿色的按钮 上面写着Search on the Web 比如说我们先把它关掉 然后故意询问ChargPT 2023年的人口总数 照理来讲它是不可能知道的 因为它的资料只到2021年 那接着我们就把下面这个 Search on the Web打开 再一次的询问 告诉我2023年人口总数 按下去 好了可以看到就可以搜寻到2021年9月之后的资料 这样子当我们使用ChargPT当下是崩溃的状态 或者是想要知道2022年之后更新的资料 让它分析啊 这个插件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哦 我觉得在ChargPT使用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这个插件呢非常建议大家安装 它可以让ChargPT整体啊更加的好用哦 所以透过以上这些工具还有插件 就可以让我们使用ChargPT的范围更广 那其实ChargPT它目前还是一个非常初阶带开发的状态 可能有人会觉得它只是玩玩而已吧 一个风头就过了 哎千万不要这么想哦 现在大量的裁员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想想看一家公司有这么多的员工 除了薪水是一个成本之外 再来就是这些员工能带给公司有多大的产能啊 将一套能工智会设计一个系统啊 如果能取代人类的工作的话呢 那个工作效率可能不是两三倍而已 可能是十倍甚至一百倍 那以公司的盈利来讲 当然是以人工智慧来作业 为什么还要使用工作效率比较低的人员呢 所以相信最近这一波财源的效应呢 跟ChargPT多少有八九不离死的关系 那如同前面说的 与其害怕它不如更进一步了解它 那在这之后我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 ChargPT在我们的手机还有电脑 有什么样更好的应用 工具与软体还有插件 如果你对这方面也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持续追踪我的频道 才不会错过我之后的影片哦 好的那今天影片就这边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哦 谢谢大家 拜拜